大家好,我是Niu Fu,傅彻琴 今天是4月19号2020年,也就是星期天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在这个新冠病的期间就发生了两件大事 也就是航空业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我们的这一个亚洲航空公司 或者是英文叫做A-Asia 还有主要的就是谈澳洲的Virgin Airlines 也就是处理航空吧 好,我们首先先谈这个澳洲的Virgin Airlines Virgin Airlines这个处理航空目前就遇到了很大的危机 也就是该公司自从在2001年创业 或者是开启Virgin Airlines的航空公司 到今天的前七年都不断地在亏损 在4月初的时候,这个新冠病的疫情来了以后 这个大流行病就影响了整个航空业 同时也就是影响了这个旅游业 所以在这个封城锁国,世界各地的封城锁国 包括澳洲这个行动管制之下呢 航空公司都在这一个静态的这个情况 或者是只有少数的可能内陆飞机还在飞行 但是在国际的飞行路线呢 全面的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自然的整个的航空公司呢 都没有营收入了 所以加上七年的亏损呢 目前这个Virgin Airlines就是需要澳洲的中央政府 就是要Bailout就是要拯救计划 也就是14亿澳币 14亿澳币就是1.4 billion的这个拯救计划 也就是英文讲的说Bailout或者是Management Bailout 这个就是要中央政府来出手 但是呢在这个中央政府呢有两把声音 因为有一半的声音在说 这一家公司呢是外资企业 它不是本土的企业 因为本土企业呢就是这个Quantus Airlines 就是它主要的这个国内的航空公司 Quantus Airlines也是一个很著名 曾经表现的很卓越的一个航空公司 所以同一个时候当Virgin Airlines跟政府要求 这个拯救这基金的时候 就是14亿澳币呢 Quantus就是说如果真的政府真的要出手 就这个Virgin Airlines的话呢 它也必须要拯救Quantus 因为Quantus的生意呢 生意量是大于Virgin Airlines三倍 也就相当于4 billion也就是41亿 如果你要帮Virgin 1.4 billion的话 你就必须要帮我们这个4 billion 所以呢因为它的理由是说 你不可能再帮我的竞争对手生存下来 而不帮我 所以要嘛两个你都要帮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点 但是政府呢就是主要就是作为一个外资公司 它不想说把这个国内纳税人的钱 再帮一个外国公司 所以这一家Virgin Airlines的背后的老板是谁呢 或者是它投资方是谁呢 主要就是Ethihard Airlines Ethihard Airlines占了21% 再来是新航新加坡航空也是20% 还有中国南山航空也是20% 再来就是海南航空海航20% 再来接下来的剩余的就是Virgin Airlines自己本身呢 可能你也知道Virgin Airlines是Richard Benson的一个集团的这个背景 当然这个澳洲的Virgin Airlines呢 Virgin Australia呢 它没有参与管理 它只是将它的这个licensing fee 就是这个品牌授权于这个集团 所以目前呢 它就没有这个义务说要去拯救这家公司 它纯粹就是把它的这个branding 它的品牌呢 授权于这个集团 但是它在这个小拯救计划里面 也贡献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力量 就是说这个授权费 就是licensing fee呢 这段时间可以先不给 这个就是它能够帮的一个小 但是顾名思义 Virgin Airlines我们就想到Richard Benson 所以Richard Benson呢 他自己本身在Virgin Atlantic呢 就是也是在这个南半球这个区块 也是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的这个运营者 所以它跟这个集团是有一些差别的 好了再回到我们来这一个 为什么澳洲政府不帮忙 也最主要是说 因为后面都是这一些著名的航空公司 包括来自中东新加坡跟中国的 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 当政府还没出手拯救之前呢 你们这一些 这一些shareholder呢 你们这些投资方是不是自己要先自救 当然新加坡航空呢 也想出手 旧了 包括在这个投资方以外的三家中国航空 包括东方航空 还有这个China Airlines 一共有三家公司呢 也表示有意识要去入股拯救这个公司 所以大家还是看好这个Virgin Airlines的 同个时候 说回这新加坡航空公司呢 新航呢 其实后面的是主要的资方是 就是Thomasi Holding 这几年呢 就是因为Virgin Airlines 这个出现这个红字嘛 就是表现得不好 也影响了他们的这一个股价 都是影响了他们的这个表现 但是这一个大流行病呢 大家也不想的 但是大家都想说出手帮忙 到最后这两天 Quinsland 就是Quinsland的政府呢 也出手 拯救了这一个 这一个Virgin Airlines 就是给了两亿 两亿 两亿澳币来拯救 条件就是说 他们的那一个Virgin Airlines的基地嘛 Base是在Brisbane的 所以他希望就是说 Virgin Airlines你 你生存下来呢 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基地呢 继续的摆设在或者是涉移这个Brisbane的机场 同时呢也能够照顾可能会失去工作的一万五千人的这个员工 一万五千人的员工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 他就出手相救了 同一个时候呢 他也说如果他们不救的话 除了员工失去工作 只剩下Quantus的话 就变成没有竞争了 没有竞争之下呢 可能这个机票 各方面的 这个成本的这个售价呢 会上涨到25%到30%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 他就出手相救 但同时候他也要求中央政府 澳洲中央政府呢 必须要一起拯救 因为他一个州的力量是帮不了这么多 所以政府呢 除了没有直接给一大笔的14亿的这个拯救基金 但是呢 也腾出了大概1亿6500万的这一个 一些现金流 也就是以融资的方式 就是借贷的方式呢 帮忙就是这个Virgin Airlines 还有Quantus 必须要履行他们在内陆飞行的这个人物 所以这一笔钱呢 不是帮他整个机场 就是选择性的帮他内陆飞行的这一些费用 起码就是国内的这一些人呢 还是可以乘飞机 在这一方面呢 得到这一方面的服务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所面对的 Virgin Airlines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呢 Virgin Airlines跟Quantus呢 还在那边闹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反观 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亚航 就是A-Asia呢 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有那么糟糕 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因为根据他的这个创始人 Tony Fernandez Tony Fernandez 马来西亚他有一个新鲜叫做Tun Street 也就是马来西亚国皇 判给他的一个新鲜叫Tun Street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叫他Tun Street Tony Tony呢是在2000年呢 创办了亚航 成为这个亚洲的第一个廉价航空 同时候呢 亚航跟这个Virgin Airlines呢 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个题目做一个比较之谈 因为Tony以前在英国的时候上班做 Warner's Music的时候 跟Richard Branson是一起上班的 所以当时呢就成为了好朋友 也是一个师徒的关系 后来他出来的时候 Virgin Airlines是死于英国吧 后来在美国也做得很好 就是也是这个廉价航空 也是拿了很多奖 Tony回到来马来西亚创业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 这个廉价航空可以搞的 当时候呢 就出了一块钱美金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拥有了两架飞机 当然那时候亚航呢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小航空公司 那时候都是亏损 但是呢 他就以这个金融手法 就是说 好 你的那个债务 我给你收下来 但是我拿一块钱的 的这一个协议 跟你买下 当时的这个公司 当时的公司只有 这个两架飞机 就从那一边做得很成功 后来成为 在世界上 这个世界廉价航空 最卓越的 一家运营者 同时Tony呢 也拿过好几次的 这个Best CEO Budget Carry 所以这些卓越的表现呢 就一惊突出 因为马来西亚一个叫马航 当年呢 就像我后面的这一些飞机 因为我经常也是一个 frequent flyer 自从在1995年做国际贸易以后呢 我都每个礼拜都在飞 目前来说至少超过一千多次吧 这一二十年来都飞过一千 一千 肯定超过一千次 肯定超过一千次 也当时候呢 也见证了这个亚航的建立跟这个崛起 所以也贡献了整个航空业 因为当当时候我后来我打工上班以后这里创业呢 正好我创业那个时候 亚航呢 在疫情突出呢 他所给的这个机票是很便宜的 所以当我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呢 我节省了起码大概一半以上的 这个飞行费 就是这个机票的费用 所以感谢他 他一直以来呢 都比马来西亚 这个马来西亚航空的做得好 当然当年的时候 在之前98年后来 在之前呢都做得很好 这个马航 但是后来 亚航做得很好呢 就把整个的马航比下去了 甚至于 马航也曾经给 马来西亚这个中央政府呢 借管过或拯救过 所以来去呢 就不断的很多次的这个危机 唯有就是 亚洲航空做得好 为什么他做得好呢 包括这一次发流行病 他告诉政府说 你不需要担心我 你不需要拯救我 因为我手上有 2.2 billion 也就是22亿 马币的这个 现金在手 Cash is king 我能够维持一年的这个费用 这个听起来是不错的 同时候他也说 反正你不需要拯救我 我只是要求 如果政府可以安排一些 低息贷款 我还是需要的 起码我在我的现金流呢 能够延长我的这个生命 起码这三六个月可能生意不好 我可以把维持全部的费用 所以他在这个 这个国家投资机构叫做Kazana 也就准备了让他贷款 就是这个10 billion 就是100亿的贷款 准备来帮忙他 所以这个就是他不同的地方 同时候前两天呢 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贸工部长 就是Azmin Ali 也有提起说 可能亚航跟马航呢 要成要合并 要合并 主要不是因为大流行病 因为刚才我说了嘛 马航的这几年都做得不好 其实在新冠病之前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有谈到说 可能马航需要亚航的这个管理 来帮忙 所以他们必须要合并 这个是近这两天 所见到的这个新闻 所以呢 我在想说 澳洲 Virgin Airlines Quantus这一些 情况很糟糕 比较马来西亚 第三世界国家 的这个亚航呢 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所以单看这个Richard Branson 跟Tony Fernandez的 这一个缘分 从以前师徒关系到今天呢 还是个好朋友 但是大家都在做同个生意 虽然澳洲这一次 Virgin Airlines 不是Richard Branson在管 但是呢 他用的是他的这个品名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来做一个比较 也做一个鞭策的 一个例子 也就是亚航跟 澳洲的Virgin Airlines 好 我今天就谈到此 下一次我们再谈谈 其他有趣的题目 OK 拜拜 再见